為什麼會有確診者 我不知道現在的確診者 雙北這些確診者 總共加起來 如果以今天來講 將近200人 97加89 這些確診者 現在人到底在哪裡 難道沒有像過去一樣 可以到醫院進行隔離嗎 我就是現在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台北跟新北市政府 在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都還在維持不上班的狀態 這兩位市長 除了你們出來看記者會 講得自己 很用 很強 除了這種動作之外 你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我先稍微說明一下 像剛剛提到的 當然因為一下子 之間有很多的個案 我們過去這些個案 因為我們跟其他 疫情爆發的國家不一樣 我們有感染的個案 我們還是通常都會收到醫院去 就是讓他進行隔離的狀態 有一些如果是中度以上重症的話 他還會需要比較嚴重的治療 所以多數會放回醫院 你要放回醫院的狀況 就是你要有那麼多的 這樣的床可以收治這種隔離的病人 醫院台北跟新北市是最應該 他們這兩個城市的市長跟衛生局 應該最清楚知道 他們的城市裡面 現在還有多少床可以收治病人 還缺多少床 缺床的話 你要跟這些專責醫院 以及其他醫院做協調說 你那個禮拜一到禮拜三 要開刀的病人 不急的話先不要進來 把房間控給輕症隔離病人 這是這兩個雙北市衛生局 應該處理的事情 如果他在這邊的醫院協調 還協調不出來 第二個事情他要跟中央尋求 我需要集中隔離檢疫所 讓這些已經確診 但是暫時沒有辦法進醫院的輕症 因為重症一定收加護 一定收到所謂的重症病房去 輕症或無症狀篩檢出來的病人 可以進集中隔離檢疫所 請問一下這兩個市長 今天處理這件事了沒有 只要這兩位市長跟衛生局 一直沒有盤點台北新北 甚至你要在盤點 基隆跟桃園的相關醫院 有多少病床 可以讓你收治輕重症 你不盤點 我們就不知道你需要多少 不知道你需要多少 你周邊城市 想幫你手都插不進去 我先講一下 我昨天就提醒了 我今天還是提醒請雙北的這兩位市長 你們趕快把這三個東西處理起來 因為今天看到了 台北有89例 新北有97 台北97 新北這邊89 後來更正了 正確是新北最多 新北97 正確是新北比較多 那今天柯市長甚至兩手一攤說 人太多了 206個我沒有辦法做疫調 不要打馬虎眼 你台北是89例 我今天看到彰化 現醫療資源沒有你豐富的縣市 他們9個個案都已經把疫調完成了 你口口聲聲說你是醫療背景的 結果你直接跟我手一攤說 太多了 206例 206例不是都在你台北市 你台北就是89例 你89例今天叫你疫調 你就跟我說你沒辦法 還叫那個確診者 自己打電話給別人說 我確診了 你趕快去檢查 我請問 我如果是一個確診者 我知道我樓下那家便利商店的 那個店員什麼電話是不是 那今天一定會有很多人需要篩檢 我的一個在台北的醫學中心的學弟就跟我反映 他說學姐我在急診上班 急診現在篩報 急診篩報了什麼 篩報了當然有 本來就有症狀發燒要去檢查的病人 以及很害怕自己有患病或很害怕自己曾經去婚萬華的 他也跑去那邊要篩檢 篩檢你要篩檢過程中 因為急診篩報有一些發燒病人 他還是得讓他流關啊 流關之後確診了 確診了當然想辦法收治 好 那這個過程中他躺在那裡的過程 你以為他是一個人一個房間嗎 所以我為什麼這兩天一直幾乎請大家暫時沒有必要的話不到急診 就是你可能會增加自己感染的風險 雙北的兩位市長跟衛生局拜託一下 台北雙北需要這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地區篩檢站 萬華這邊昨天的四站跟接下來的五站就是這個叫地區篩檢站 這是要篩什麼 這是要篩沒有症狀的人 也就是剛剛提過那60萬檢訊你去過這邊 或你懷疑你有跟這個所謂確診者接觸過 你這些人是到這個所謂一般篩檢站 昨天其實我們同前議員有說 很混亂 那你有沒有辦法 台北都說他智慧管理嘛 你有沒有線上預約系統 讓我知道我幾點去可以不用排這麼久 10個10個一輪不是很好處理嗎 你為什麼需要讓大家在那邊排隊 那這裡當然講了這個篩檢站 有些可能是非常弱勢 沒有辦法自己上網去登記的 所以你當然會有自己來的 但是你總可以讓有能力自己上網登記的人 跟他們分開人流吧 這是一般篩檢 那這個一般篩檢你沒有把它分類分出來 就會有這些人跑到醫院急診去 第二個就是1922的 也就是說有一些人很乖 他乖乖躲在家 可是他發燒了 那這種他其實如果你可以在縣市衛生局 你開一個好的專線 讓他們打電話問你說 台北市衛生局我就是那個擔心我有接觸 而我現在在家而我發燒 我要去哪裡篩檢 理論上應該是他們要安排他到所謂地區篩檢站 讓他可以去做篩檢 然後來確定是不是需要收治 第三就是現在維持應該有的急診量能 因為急診會有人是發高燒必須送進去的 是肚子痛送進去發現發燒 原來可能是篩檢個案的 這一種你要維持它正常量能不能讓那種所謂的一般篩檢的病人把它篩爆 這個誰處理 你要叫醫院自己處理嗎 這個程序這個系統哪裡有這些哪個醫院篩檢 就是雙北的衛生局 你要處理的事情嘛 那你雙北不處理這件事情就是台北這邊 新北這邊的醫院急診篩報 我們今天因為明天禮拜一了 醫療院所壓力都很大 就是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天是收住院病人最多的時候 為什麼禮拜天要開刀 那現在我們很多的醫院都在自動主動的 把明天後天要開刀的病人聯絡他說 你先不要來 我們把病房控出來 好 那其實今天學弟就跟我講了 他說學姐 如果台北這邊收滿了 是不是有些病人得收到中部或南部的隔離醫院 我相信病患也會願意 可是問題是我們如果把病房控出來 我怎麼知道你台北新北什麼時候需要我們的床 所以你沒有把需求拿出來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幫忙你 最簡單就是再講一句話 台北跟新北市衛生局 如果你們沒有盤點需求 沒有盤點缺多少床 沒有盤點你們的人力跟物資的問題 其他縣市通通幫不了你 連中央都要幫你都很困難 因為你必須最清楚知道你下轄多少醫院 下轄多少病床 多少人力可以配合嘛 那這裡面我一再的強調 不逃事件的時候還是院內感染 院內感染擴散出來 那種狀況是有一個醫院還要清空的情況 都可以很快的速度七家醫院找來一起開會處理 台北市跟新北市是我們台灣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為什麼這兩位市長到今天這個時間八點 我們都還沒有看到你們出來整合 告訴我們中央跟其他縣市 怎麼幫忙你們的人力 我很替我在台北新北這一些急診人力 還有在一些幫忙支援的醫療人員 覺得很擔心 問題是他們整天 他們要求救不知道找誰 因為這兩個市長除了上電視放話 說要封城嚇死民眾之外 一點像樣的事情都做不出來啊